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世界第三大航空市场 日本今年国内载客量将达到7年来最多的一年 有9300万人 主要因为廉价航空低票价刺激需求 抵消人口逐渐萎缩的影响 即将出任南韩央行总裁的李祝烈表示 南韩家庭必须做好升息准备 随着通膨攀升 升高市场对南韩央行今年升息的预期心理 不少经济师预估南韩央行第四季前升息 中国电子商务龙头阿里巴巴 宣布启动到美国进行首次公开照顾 间接排除了到香港或英国伦敦上市的可能 这将成为继2012年Facebook上市以来 美国最大规模的互联网企业招呼 台湾电脑大厂华硕 在Google与微软施压反对下 传已经无限期延后 远离近期上市的可切换Android和Windows 双系统的变形点电 连去年推出有双系统设计的 两款Io变形电脑也将停举销售 南韩三星去年也公布一款双系统平板产品 同样仍为开始销售 新台湾的电视总理报道